杨子诚意捆绑 王洛丹昙花一现 任嘉伦蹭热度 王鹤帝脱离秦岚 王鹤帝自从脱离了秦岚的庇护之后 在圈内是愈发没有存在感了 这样的状态对他的发展很不利 因此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 他必须重新找一个靠山 只是现在因为大环境的缘故 大家为了自保谁也不会给自己添一个脱油瓶 所以在这个时候找靠山 王鹤帝是真的找错时间了 在如今的环境下 有人愿意搭理他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他还是不要想得太过美好 以免现实过于残酷 他难以接受 点 沈岳现在和某位女艺人之间的矛盾特别严重 双方属于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系列 说句不好听的 沈岳这次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自信 虽说和他产生矛盾的这位小花在圈内也才刚站稳脚跟 事业才刚刚有所发展 可人家背后的靠山在圈内有着超高的地位 沈岳在这个时候选择搞事情 也许就是会自己断绝后路 只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等有意识的时候想来在圈内也没他的立足之处了 点 诚意已经很成功地加入了杨子的阵营当中 别看杨子的阵营属于刚成立不久的新阵营 可正所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然诚意也不会拿自己的发展与前途做赌注 而且杨子阵营旗下的艺人在圈内也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 所以诚意这波选择根本不亏 看后续就知道其效果了 张子峰现在在接洽剧本的时候 的确会遭到某些男艺人的阻碍和反对 这些人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让张子峰接连丢失了很多机会 虽然他偶尔也会对此事进行调侃 希望可以借助调侃来让这些艺人知道自己的判断有误 但这些艺人完全get不到子峰的心思 甚至将这份调侃当作一种笑谈 面对这样的反应子峰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好后续在接洽资源的时候多多保密了 点 王洛丹再次昙花一现 从现在市场公布的数据来看 王洛丹的数据确实和之前没有什么较大的变化 即便他现在有新剧播出 可以为自己的热度进行加持 只是如今已然不是属于他的时代 使得他长时间处在被动的状态 现在的状况就是最直接的表现 而王洛丹自己也已欣然接受目前的情形 顺其自然是当下最好的应对措施 任嘉伦被烹蹭奥运热度 在圈内很多人看来 他蹭奥运热度是应该的 毕竟他之前的身份就摆在那里 如今就算是蹭热度 也可以被说成是怀念青春 而且他也没有像某些蹭热度的艺人那般没有尺度与下限 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很主观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如果这样也算蹭热度的话 那其他艺人使用的那些蹭热度方式是不是就显得很过分了 所以给别人贴标签的时候最好先想想理由是否充分 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